动物断头之后竟然还能活下来 你相信没有头还能活吗 失去头部还能继续生存的动物可不止一种 最长的生存记录近有18个月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没有头还能活多久 我们都知道蟑螂的生命力异常顽强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堪称变态 所以也被称为打不死的小强 但你敢相信它甚至能适应无头的生存环境吗 一直没有头的蟑螂 可以继续存活一个月左右 这一切都源于蟑螂特殊的生理机制 蟑螂是开管式血液循环模式 体内的血液除了在心脏和血管内流动 还能渗透进细胞间隙 即便投掉了 细胞很快触马凝固伤口血液 不会因失血过多而亡 或许你会疑问 那无法呼吸也活不了啊 但其实蟑螂在内的很多昆虫都不靠头部 而靠身上的气门呼吸 而控制气门的胶感神经系统长在腹部 正常呼吸没问题 所以无头蟑螂只会因无法进食而最终饿死 但关于掉了脑袋存活的案例 世界上最著名的绝对是奇迹鸡麦克拉 1945年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农场主了艾德奥尔森 挥刀斩鸡艳情怨目 但没想到一刀挥下 麦克还像没事鸡一样 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 这诡异的一幕 估计丈母娘也没食欲了 然后无头麦克就正常地睡觉 走路 甚至是打鸣 晚上还会弯着脖子做出把头埋进翅膀的休息动作 根据后来由他大学专家的研究 麦克断头不死的原因 是奥尔森刀法凑巧没有完全砍掉鸡的大脑 负责控制呼吸 心跳和低级反射的脑干保留了下来 加上没有伤到大动脉 伤口的血也很快就止住了 虽然无嘴进食了 但奥尔森每天用低管把牛奶和水 以及谷物研磨后的混合物为麦克吃 他不仅活了整整18个月 期间还从2.2斤长到了7.2斤 跟我一起大喊 奇迹麦克 那么问题来了 要是人呢 先问你一个宿命题 填掉了脑袋的瞬间 到底是身体觉得丢了脑袋 还是脑袋觉得失去了身体呢 首先讨论人类无头狗活纯纯是在瞎扯 除非你是行天 我们现在要介子探讨的是脑袋掉了之后 你身体的两部分是否还有意识 然后才能延伸到换头手术 有没有可能成功的深层次思考 首先身体肯定不会有主观的感受了 因为感受器所谓的感受 都是大脑发出的 身体只会有一些低级的反射 有人说身体还会动 这个动其实也是肌肉没有完全坏死 还可以有一些自主的反射 就像已经被砍头的鱼 身体还可以在锅里扭动几下 当然 头部离断后的人甚至还会排便 排尿 其实叫做失禁 正常人一般不会出现 因为大脑对于这些器官有意志 所以身体是不会懂得和大脑说白白的 然后断头意识的探讨 其实就可以直接将目光锁定在断头台了 人们对断头的好奇 那可是能追溯到老远了 现在李斯本大学的医学院里 还放着一罐来自连环杀手的烟头 次回到断头台吧 法国大革命期间 一名叫做下落地的女刺客 因刺杀革命家保罗而被斩首 刺杀手可能是保罗的谜笔 据说他还将掉落的头拎起来扇了两耳光 没想到头竟然瞪着眼睛 做出了愤怒的表情 当时有法国医生便称 刺杀手将神经痉弯和自愿运动混为一谈了 就是说那个表情是刺激到某根筋之后的无意识条件反射 那么到底是条件反射呢 还是残留的意识呢 如果被砍掉脑袋有意识 又究竟能坚持多久呢 直到1905年 一位名叫巴罗的法国医生被允许参观研究囚犯亨利 吉隆尔的斩首现场 据事后报道 巴罗医生表示 头落地后 眼瞼和嘴唇静完了大概五秒钟 然后眼皮慢慢抬起 医生形容说就像人们被从睡梦或走神中唤醒一样明显和正常 简短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垂下视线 医生又叫了他的名字 得到了类似的回应 之后才永久闭上了眼睛 医生就根据他的观察得出结论 断头可以保持意识25到30秒 神经学家安托科嫩及同事也在200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 文中就将断头的第二波电活动描述为死亡波 认为这才是生死之间的最终分界线 证明大脑在突然从人体上切下来后的一分钟内仍然活跃 虽然两位医生的结论都有点短暂了 但是至少证明可以暂时保持意识 那么可以肖想换头数了吗 在2001年的10月 荷兰科学家将一一具脑变图 机器连接到要被斩首老鼠的大脑中 结果显示被切断的大脑中有意识活动的频率保持了近4秒钟 而对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清醒意识保持的周期会更长 而人这种更大的哺乳动物肯定会保持更长的时间 但目前上还没有定论 但我们一直不敢肖想地换头数 除了意识问题尚未解决 但其实血管再通已经可以做到了 主要困难就是神经联合没有完成 短时间确实不可实现 但是未来所谓的人体冷冻复活 很可能就需要用到这样的技术 毕竟如果心脏无法再次跳动 真的可以考虑只复活一个头颅 最后再附赠一个冷知识 断头既然有短暂意识 那能感受到疼吗 首先断头一刻 脖子处的痛觉感受器会把痛感通过脊髓传递给大脑 大脑是可以感受到疼痛的 但大脑同时又会释放大量的内飞态 痛觉中枢就会暂时麻痹 这也是电剧惊魂 电影里可以忍痛剧断自己腿的原因 更多脑洞大开的冷知识 麻烦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